老人言出品 大家好,我是陆连书记的陆王千语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PC也就是主成分分析这一个话题 PC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方法 它甚至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 进入计算机时代之后 它也取得了非常巨大的发展 它的应用能力非常广泛 很多学科都在用PC做数据处理相关的工作 它本身非常的可靠 有效 到现在还有非常强的生命力 而它背后的数学基础就相对的比较简单 用它去了解数据处理相关的背后的逻辑 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PC到底在做些什么 PC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主成分分析 从字面意思上理解 就是从数据中发现 它最主要的成分 在把它吸取出来 那这个是比较抽象的概念 那从数据处理的角度上来 它在做一个事情 就是对数据做降位 也就是我们把高位空间上的数据 降到低位空间上去 高位到低位 这里X是在高位空间上的 Y是在低位空间上的 那我举个例子 X可能有1000尾 X1 X2 0.X1000 那通过PC的处理 它有可能被降到 比较异味的一个空间上去 它形成5I的对应的向量 5I1 5I2 如果降到50尾 它就是从1000尾 降到50尾 那降位本身 就PCA这个降位 本身它的一个特点是 还有一个特点是 它是线性 线性的降位 我们怎么样理解 我们可以理解为 左沉上的一个局阵 也就是说 它这个降位 是通过线性变换实现的 那我们具体来看的话 如果 Y是50尾 跟刚刚一样 X是1000尾 那么这样的一个线性变换 Q这个矩阵 本身就是 50乘1000尾的一个矩阵 那这样的矩阵应当是 50毫 1000列 那我们怎么样理解这个变换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 提取 Q中的每一行 它的每一行 和 X做内积 那么我们得到的是 Y的 每个具体的维度 那比如说 我们提取出 Q的第1行 和X做内积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 Yi 那如果提取第一行 你就可以得到Yi 那么依此类推 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 实现了一个线性的变化 OK 那我们 要那个了解的 PCA的一个最基本特性就是 它是一个降维的方法 而这个降维 本身又是线性的 这是PCA的最基本的特性 那下面我们又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需要 做降维 降维的作用是什么 那首先第一点 降维的第一个目的 是方便处理 方便处理是什么意思呢 在 10年以前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去运用一些 聚类方法 或者分类方法的时候 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可能没法 直接使用原始的数据 比如说原始数据 常常可能是几千维的 或者几万维的 那在10年之前 我们直接使用几千维 或者几万维的数据 去做聚类或者分类 那往往是没办法 做出好的效果的 在基本的计算代价上 就已经支持不了 它的计算代价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PC在这里就备用了起来 它把原始的几千维的 几千维的 甚至几万维的数据 先从高维 降到低维 然后在低维的数据上 去做 聚类 或者分类 一些后续的处理的工作 所以它 这一个目的就是 为了方便数据的处理 第二个目的 第二个非常常见的目的 是对数据做可视化 我们分析数据 其实很多时候 还是需要对数据本身进行探索 但是对于高维空间的数据 其实我们对它的分析 理解就直观上去感受这个高维空间 上的数据的本身的一个特点 其实是非常难的 那我们人从感知角度上来看的话 视觉感知上感知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能够感知的 直观的去理解数据的 我们空间的维度应当是 两维或者三维 非常常见 两维到三维 两维三维的空间上 那么这里PC就可以起这个作用 它把原始数据 从高维空间上 比如说降到两维 降到两维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数据本身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那比如说 把高维降到两维之后 我们再去对数据做分析 其实在我们神经科学里边 Spec sorting 就其实是经常会用到的 我们把高维的Spec数据 降到两维或者三维之后 我们就可以从直观的 视觉的角度 就看到说 数据本身是 哪些数据是聚在一起的 哪些数据是 哪个分开的 那我们就对数据 可以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好 那对于PC产生的 它本身做的降维 带来的作用 一个是方便处理 一个是可说法 那我们就要问了 就是PC本身做的工作 是线性的一个降维 那是不是还有非线性的降维 其实是有的 比如说 在方便处理这一个部分 我们做 把数据从高维降到低维 在06年的时候 Kinton老先生 他发表了两篇画实态的论文 就是深度学习的本身的 开头的那两篇 其中有一篇 就是谈到了 Autoencoder 而Autoencoder 本身 Autoencoder 其实就是一种 非线性的一个降维方法 它把数据 从几万维的空间 降到了30维 是用一个非线性的方法 去做的 当然这是用 多层的神经网络 去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它取得的一个降维 本身的效果 实际上是比PC要更好的 那 另外一个 非线性的一个降维 的例子是 在可视化里面 在可视化里面 还有一个方法 叫T还是N1 TSN也可以把原始的数据 降到两维或者三维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它本身数据之间的 内在的一些关系 而且它能发现一些 更深入的一些结构 但是 PC它其实到现在 仍然还是有它的优势的 就不管是 我们用神经网络 去做autoencoder 还是用TSNE 去做非线性的 一个可视化 其实它 往往也会遇到一些 有的时候 遇到一些特殊的场景 它遇到一些可靠性的问题 那所以PC的话 到现在仍然还在被使用 它的可靠性会比较高一点 而且特别简单 那么所以 在现在这个时代 它依然会被使用 好 那我们现在总结一下 PC它的基本特性 是一个线性降维的一个算法 那线性降维的算法 它带来的降维效果 给我们 能给我们帮助在于说 一个是方便处理数据 把数据从高位降到低位 我们就可以做些 更方便的使用 剧类和分类的方法 还有一个是 把数据降到两维或者三维 这样子我们可以做一些可视化的探索 这是PC带来的一些作用 那么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来了 就是PC本身它是一个线性变换 它是利用一个矩阵层 来实现了这样的降维 那下面就是 PC到底 是要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矩阵 是符合PC的逻辑 前面谈到了PC 它是一个线性降维 线性降维的一个功能 让数据从高位空间 降到低位空间 然后这个变换本身是线性的 那我们怎么样理解 它这样的一个变换 就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看到说 什么样的变换是好的 什么样的变换是好的 是PC所要求的 那我们从最简单的场景出发 最简单的场景就是 最高位 那就也就只可能是两围 然后低位的空间是一围 也就是说我们从两围降到一围 我们看一下 从两围降到一围 PC要求什么样的一个内在的逻辑 那两围降一围 我们可以先从直观的一个视角上去看 这样的事情 如果说我们得有一个数据 本身 这里有几个点 是一组数据的一个代表型 那个分布 那我们看一下说 它往EV空间上去投影会长成什么样子 表示说这是 现在坐标写着X1和X2 那有这几个点 如果说我们先直接往坐标标上去投的话 我们看一看 往X1上投 那头上去投在这边 它的分布区间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布区间 那我们对于PCA本身 它对于 从一个高位空间降到地位空间 它内在的逻辑是说 保留尽可能多的信息 但保留尽可能多的信息 这本身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 那从数学角度上来表达 保留更多的信息 其实是代表着说有更多的方差 也就是说方差是更大的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组数据 它往X1方向去做投影 要比往X2方向去做投影要好 因为它最后 这组数据在意味空间上的方差 要比X2空间上方差要更大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说 我X1空间上投要比 我X2空间上投更好 那如果说我们要保留更多的方差的话 那我们什么方向是更好的呢 那我们从直观的角度上来讲 应当这个方向应该是更好的 因为它往这个方向上去做投影 最终的散步要比这个方向更大 那么有效的方差也会是更多的 但是这样的一个直观的逻辑 那么我们回到说 从数学角度上来讲 我们怎么样去描述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为了简化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X本身约定为 对于X本身 我们约定为说 它的值本身去过均值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 把这个数据分布往这边移动 移到这个位置 它其实往不同的方向去做投影 它最后留下的方差还是一样的 好 所以我们假设说 我们原始数据如果是 B它通过去均值 它会得到原始的数据 数据的一个 均值的矩阵 然后针对它再去做 再去做tda 那么假设我们这个数据的特点是 它有两维 那假设我们有200个点 那这样的一个矩阵 是200乘2的一个矩阵 那去均值的数据 也就是200乘2 只不过唯一的不同就是 X它的均值 均值在 每个点加起来都是0的 那这个矩阵本身长什么样子呢 X1 1 X1 X1 2 X1 2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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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 X2 X2 2 200乘以1的向量 200乘以1的向量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希望说我们看到一个 有一个线性的投射 那么 x 乘上一个向量 这里是一个向量 抽一刀我2上去 那 y 我现在是一个向量 x 是一个200乘以2的指振 又是 2 又是 2乘以1的一个向量 又是200乘以1的一个向量 好的 我们现在要做这样的一个投射 就是 所有的 x 的 x 的数据 通过和 u 的一个投影 得到了更低纬的数据 y 那我们刚刚说到说 我们希望留下来投影的方差是更大的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 y 的方差更大 所以我们现在目标就变成说 怎么样找到更好的 u 使得 y 的方差是最大化的 有个限制的条件 也就是 u 本身必须是 单位级倾令 它的长度必须是 1 如果说它长度变了,这个方差也会更大 比如说这样子也不公平 所以说我们本身是要找最合理的投影的方向 好的,那我们本身的问题就变成了说 我们希望找到更好的更好的油 使得说Y的方差最大 那我们这里说YX取过均值了 所以Y也是取过均值 所以应当是这个方差顺便要等于加和YX的平方 也就是说YXX的每个点在平方之后再出上N-1 这就是本身Y的方差 那我们是怎么样指的这个最大化 那这个这个式子本身向量化就是N-1 分之1的Y转制成W 我们希望这个最大 那Y本身是等于X乘U的 那我们再把它展开 我们把它展开 N-1分之1 转制 把它完全展开 X乘U 转制成X乘U 我们再翻译 N-1分之1 转制把它提出来 U的转置乘乘X的转置乘X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有什么成分 N-1以及X转置乘X 我们来看一下N-1X转置乘X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本身是X的斜方差矩正 斜方差矩正 它是2乘2的斜方差矩正 X本身是200乘2 那X转置就是2乘200 X就变成200乘2 那这个转置是2乘2的一个2乘的矩正 写个方差矩正 我们自己来表示X的写方差矩正 好的 那我们最大化的目标就变成了 U转置身上1 2个max 那现在一符合是吧 就本身是单位下来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是跟斜方差矩正有关系的一个数学问题 数学优化问题 那本身我们就直接可以空腹的按 也就是说 对于斜方的矩正 C 我们可以认为说 它本身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分别是 如果它有特征 特征向量是1的话 那么它能量R乘2 那么因为它本身是2乘2的 假设它是满质的话 它有0.1和0.1 以及0.2和0.2 而且0.1是大1等于0.2 你说在满质的情况下 这个斜方差矩正 它有两个 特征向量 对应的特征值是 0.1和0.2 然后0.2是其中的大的0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诱号问题 这个U 就本身等于 V1 也就是特征值更大的 那本身 为什么是V1 我们这里 今天就是做展开了 那 U本身等于V1的情况下 那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U等于V1的时候 这个展开来会是什么样的 V1 转称上V1 V转称上V1 V转称上V1 这个本身就变成了 这个单位向量 那就等于当概率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对于斜方差矩正 它的这个特征向量 它的特征值 这个特征值 能在一起 其实就是 我们想要的 Y的本身的方差 也就是说 其实特征值 还有一个物理 就是它所投影到的 如果说我们数据 往它的特征向量 去做投影的话 得到的方差 就是对于特征值 这是我们本身 都在做更多的展开 那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好的 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 对于二维空间上 二维降一维 我们对于这个数据 做的操作流程 就是原始数据 去拼值得到X的向量 我们对于X 去求它的 斜方差矩正 斜方差矩正C 然后我们去找 它最大的 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然后 这个特征向量 本身就是 我们所做的PC 所需要达到的那些向量 以后所有的 X的进来 每个X 它只要 X 这样的一个二维的 二维的向量的话 它只要分 V做内积 它就可以得到对应的Y 这个就是 我们本身做PC 的本身的一座 单身的过程 也就是我们 其实说 找到了投影方向 好的 这里 就是两维 到一维 就是从两维 向到一维的PC 的操作的方式 也就是我们从 数据中 原始的数据中 去掉均值 去掉均值之后 找它的 选方的底层 也就是二乘二的 选方的底层 二乘的选方的底层 我们找到它的 那个最大的特征值 以及它最近的 特征向量 那么用 这个特征向量 其实就是我们 PC所需要的 那个向量 通过这个向量 对原始的数据 所投影 就可以投到 更低位的分线上 那么如果我们 扩展的话 也就是说 更宽泛的一个 更通用的一个 一般化的一个表述的话 如果我们原始的数据是 原始的数据是B 它本身是一个 N乘M的循環 也就是说 它有 N的样本 有M为 那我们把它去均值 也是去均值 把航上加和 求到的均值 把它给去掉 那么我们就得到X 它也是一个N乘M的循環 就叫X N乘M 那我们所需要做的 我们希望把它降为到 降为到K位去 那也有N个点 但是我们把它给降到N个去 那么这个是N乘K的 那本身我们怎样去把它给这个转化找得到 那么其实是找到一组的 一组的投影的向量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应该去找到K个 投影的向量 那这样的向量 怎么去找呢 我们注意这个X 去计算 它的斜化矩阵是C 这个C呢 它是一个M乘M的 M乘M的 斜化矩阵 这个斜化矩阵 我们对应的就会有 N大1 N大2 它本身是大于等于的关系 大于等于的关系 将去到N大1 然后B1 B2 B3 到N N的向量 那有可能有些 N大1是0了 但是我们就是从其中取前K个 取出前K个 B1到BK 把这样的原始数据往B1到BK去做投影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降为后的数据 本身的逻辑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里我们还可以展开来说一个 就是我们保存下来的数据量 数据的信息到底是什么 保存下来的数据 信息到底是多少 那前面也提到了 N大本身代表了投影后的这个 投影后这个方向来的方差 所以说投影后的数据 我们可以表示为说 N大1 加N大2 加N点点 加到N大K 这就是我们存留下来的方差 那它把原始的所有的方差 留下来 是多少呢 是N大1到N大2 加到N大M 这个本身是小于等于这个 之和的 留下的信息就改变了 留下信息的比例 那也就是说我们K越大 留下信息越多 但是我们降为的程度就低了 所以说这里会有一个平衡 那实际的一个场景里边 有的时候设置的一个PC的设置的标准 可能说我超过95% 或者超过90% 这些都是常用的 去选择说我降为 降到多少为的一个指标 这就是PC的本身的基本逻辑 它能够做一个线性的降维 然后本身的计算 总体上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当然实际的一个计算机的计算 很多场合照 我们并不需要用 要完整的计算出来这个鞋团的矩程 会有更多的优化的方法 那具体的操作 我们可以通过实际的操作的代码 来去看一下说 PCA到底在实际场景里面 是怎么样去使用的 下面我们用实际的代码 来展示一下PCA 是怎么样去使用的 现在我们打开的是 Jubilab的一个环境 它是一个方便 我们去做数据探索 建模的一个工具 那我们先打开这里的 关于PCA的这个Notebook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Notebook是用Python去写的 然后整个的相关的代码 以及相关的注释 都可以写在里面 其实我很推荐 使用Notebook这样的工具 来去做相关的科研探索工作 这能够让大家 更好的 做好科研的相关的记录 与人家和大家分享 那我们言归正传 看一下PCA本身这个流程 是怎么样去做的 在Python里面 那首先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说 Python在这里导入了一些包 比如说Numpad的包 Metploslib和Seaborn 然后Python是一个在Python里面的数值计算的包 然后Metploslib和Seaborn 是用来去绘图的 那下面我们做的第一步是对数据本身进行生成 我们通过这段代码生成一组样力数据 然后我们把这个样力数据去汇出来 那这个样力数据实际上是一个200个点的数据 每个数据本身都是两维的 那基于这样的一个数据 我们看说对于这个数据 我们看看它的主成分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往下看代码 这里从这里的PCA其实是使用了SKLearn Decomposition里面的一个组件 那么SKLearn是Python里面的一个很通用的一个机器学习的一个包 那它的使用方式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在PCA建立一个PCA这样的一个对象 然后这里设置的参数是NComponents等于2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PCA我们需要去取出两个主成分 那这是建立它本身的结构 那Fit就是把相关的值去计算出来 那这样的值行其实我看到说 这样的一个PCA对象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当然里面的很具体的细节我们也去详细去说 但比如说像看到SVD Solver这些参数 其实我们知道说PCA实际的后台的计算 往往会调用到其一支分解这样的算法 OK其实调用了PCA.Fit 就等于说我们背后的相关的特征值 特征向量的计算 其实已经计算完成了 那比如说特征向量存在PCA.Components里面 我们执行一下看 我们拿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向量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有两个特征向量 每个都是两维的 那这个特征向量是X方向上-0.94 这个Y方向上-0.32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特点 然后下面是特征值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特征值 那这里第一个这个特征值对应的是 就是这里的第一个特征向量 然后呢 这个特征值就对应着这个第二个的特征 特征向量 我们可以看到说 第一个特征值要比第二个特征值要大很多很多 大很多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面这段代码就是我们在原始的数据上 把对应的特征向量 以及它本身的特征值的长度也都画上去 那么这里的话 其实就是lambda i乘上vi的这样的一个向量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第一个特征值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 第一个特征值会比第二个特征值要大很多 然后它的朝向是这样子的 朝向是以X方向 就是都是负的 但是呢 是以X方向为主 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朝向 而两个特征向量呢 本身方向是那个正交的 所以我们就可视化去看到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也从直观上也可以感受到 第一个特征向量 它本身就对应着最后 那个投影后方差最大的这个方向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如果我们真的是去做一个降维的工作的话 真的去做这个降维的工作的话 其实我们只是去取 从本来的原始数据是两维嘛 那么我们有可能的做到的机会 就是把两维的数据降到一维 降到一维的话 那代码跟上面非常的类似 只是说我们把ncomponents 设置成为1 也就是说这次的PC 所以我们就只算只取一个主成分 只取一个主成分 然后我们取完这个主成分之后 FitX之后 其实就是把相关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已经取出来了 那取出来之后呢 我们需要对数据本身进行变换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OK 原来的这X是一个200乘2的向量 200乘2的矩阵 那我们这样转换了之后 它就变成了个200乘1的一个向量 那代码的执行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确实是执行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原来的数据是200乘2的 也就是两维的两百个点 然后呢 转换了之后就变成了一维的数据 一共也是200个 200个哪个样本 好 那我们再把看一下说 这个降维本身起了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降维的可视化 这段代码执行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是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把本来投影好的X的向量 我们再转换回原始的空间上 我们看看说 这数 那个这些点本身是在原始的空间上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就可以看到说 所有的样本点 其实最终就是投影到了这个 第一个特征向量的这个方向上 也就是所有的点就最 那个投影到了这样的一根轴上 那这个就比较直观的体现出来说 OK我们把就是保留了最大方差的方向取出来 然后最后这些样本本身在这根 这个方向上本身的分布情况是这个样子的 那就以这部分的一个简短的代码 我们就其实可以知道说 PCA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是怎么样去做操作的 那这部分的代码 可能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去自己去歇歇看 就搭一个Drupalab的一个环境 然后把相关的代码去执行一下 其实会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